欢迎各位来到张宏言跑马4.0的频道 12月国际赛10月10日 通常之前星期三都会有个国际骑士邀请赛 名单都公布了 预计到今年阵容都相当不错 但是好像真的没有美国骑士 首先他那个名单指定 有些名字还没填进去 到时最高 成绩最好的香港骑士 大家心中了数 李宗逆离当然是最好成绩 但是他见习仔是不合格的 对了你若就说 简单来说大家心中有数里面有三个 我才说 到时有那四场骑士赛 又会跑骑士王 到时我们赛前再谈 大家撿什么码 现在港来了多余 对了 对了 大家很开心 看到骑士 但问题来去都是那些 是的 现在世界上的名帐是只有那些 你没有可能说 今年六个名帐 明年之后全部退步 六个新英世识上来 赛马不是这样的 一个骑士 由十几岁到五十岁 全盛时代 十几二十年 每年只有两个冒起 请来请去都是那些应该的 我们不会觉得没有什么新意 有一个出现的问题 就是我们近几年都没有 都不兴有美国骑士 是的 究竟是他没有邀请 因为那些美国骑士不肯来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去追查 但这个问题是没有美国骑士来考 那就是比较失色 我觉得 我就是这么说 美国骑士是纯总骑士的半边天 你喜不喜欢他 都好 全世界骑士最高的国家 是美国 最多的美国 纯总骑士 你说 喂 美国 骑士在美国不是十大运动 但始终来说 他每年都出些名区 也都 例如说 东西岸都会有一些很好的骑士 那么当然 严格来说 近十多年 美国那些骑士 就是很骑士 但是明镇天下 就是大家都服的 这些世界名将 就少了 少了 就是不同70年 但是70年 有几个竟然 根本是 我们不到你不服 根本是很厉害的 是吧 比较多人知道的 SOMAKA 但我认为SOMAKA 是最好的 SOMAKA 之后 跟着那一代 七八十年代 那些美国骑士 好到绝 就是Cordero Pinkai Pak Day Pak Day 都不是最好的了 那一队 根本是很厉害的 特别是Cordero 和Pinkai Pinkai 这两个根本是 就是 Cordero 可能是近半世纪以来 最好的美国骑士 当然这些 后来当然是入籍美国 但是这些是全部 在拉丁美藏出身的 跟着很快 美国很快 一队名将 近这几年 剩下 華拉苏奇 那些 都是那一类 但是 跟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么厉害的 就是有少少距离的 至于 老实说 不要说到那么远 近这十年 二十年 看着美国的名将 少下一个 少下一个 就有少少 就是可惜 这个可惜得来 是很正常的 因为从来 赛马都不是 美国十大运动 不过 美国的国 始终这么大 有 三十多个州 有赛马 纽约州 加州 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很多奖金 永远都是 有些很出色的 骑士流跑 但是就没有了那些 你简单来说 不要说到 Daryl 那么远 你们很多 几十年前 二十多三十年前 史提芬就说 很厉害 但是史提芬 在当时来说 在美国 一定十大 勉强说 有可能是五大 但是 没可能最好 那两三个 没可能的 当时来说 那个年代 Chris McCarron 肯定最好 McCarran McCarran 威了十多二十年 之后 接着 近这十年二十年 是史文夫 Mike Smith Mike Smith 现在都暂下 五十多岁 就是 你请他 都未必肯来 对 你不请他 你怎么知道 他一定不来呢 哈哈哈 对吧 但是我再说 我不知道香港 美国马会有 有没有请他 请美国騎士 或者有请他们 没有兴趣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很大可能是没有请的 没有请的 其实是因为 大家知道了 早十年八年前 整天都很多美国马被邀请来跑这个国际赛 主要跑千二和千六那场 一年出现过几年 那些美国马运到来之后 没得出赛 过不了药检 因为他已经说明了 你来香港出赛 我们很严重的药物要求 很多在美国 可以用的药物来到香港 都是不行的 如果你在那边 下药物之后 你可能你来到香港 药物力都未散 肥佬出不了赛 有几尺是这样的 跟着 此之后 已经没有美国马被邀请了 可能我认为 这个香港马会是很生气的 请来之后 说明你们都这样都来 就是坐飞机 那我都去说 没所谓的钱不是问题 就是你觉得好像 你都不理我 你都不理我 所以我觉得 基于这些原因 是生气了美国马圈 那你生气连马斯 就算了 为什么你那些骑士也生气了 对吧 没理由的 那些联马斯不合作 那些联马斯不合作 那些联马斯不合作是对的 我没理由是专专为你 来香港 而放弃了那边的合法針药 对不对 我已经指定了 四个星期之前 不用針药的了 问题是 那些药力还没过完 试不出肥佬 没办法的 对吧 不要紧了 总之 没有美国骑士来 我觉得是 一句都说了 是美中不足 至少美国骑士 特别是 如果 最厉害的那几个 现在譬如 华拉素奇都不是最厉害的 但是都是很厉害的 华拉素奇 比起 Chris McCarron 有距离 还差Mike Smith 一些 但是一定是斯提芬 甚至更好一些 斯提芬 已经令 在香港网络 陶醉了 你华拉素奇 这些都这么厉害 不要紧了 纪论就是 没有了美国骑士 但是全部找了 澳洲骑士 欧洲骑士 你又 来来去都是马昆 那些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 开放一点 当然 有女骑士 但是一个美国骑士 好像 可以当美国赛马 在世界上 都不存在 我觉得 现在香港 马会的高层 就是当美国赛马 在世界上 不存在 都不喜欢美国马 又不喜欢美国骑士 又不喜欢美国骑士 这个 我美国的赛马 不存在 对 对 美国骑士 其他地方找都不去美国 这个完全是 不喜欢美国的主观议员太强 香港马会的高层 很明显的 他都不可以否认这件事 当然 刚才都说了 他不接受他的文化 还有 他找一些马尼 全部都要 肥佬出不了菜 这个是职怨 不要理他 结论就是 哎 不好意思 好了 讲到剧司 大家公布的时候 打算大家报名 是好分享 怎料公布完之后 报名跌得下来 好办 报名自己都 这些没得预计的事情 整个国际上 怎么想都没想着 报名会缺席 原来真的 发生意外 也没办法 这些 不过他很快 立刻找密道浪来 鼎鼎鼎 跑浪漫勇蝕之后 就可以留下 再跑到短时间 当然 理想当然选择 也是好骑士 是吧 究竟谁好 大家无谓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 高手之中 都 大家 不是一分 五十分 五十分 四十九分 哪有判断 没得判断 但是总之来说 密道浪是非常好骑士 到时 这个 澳洲帮 一样是人强马壮的 没报名 想着没报名 就简单一点 对我来说 是吧 一点到报名下来 原来这么简单的 哈哈 我不是说报名 就是没有了报名 在阵上 那里面呢 原来简单容易很多 哈哈哈哈 是啊 普通人说 简单容易很多 大二门 跟着报名 巧合 报名 倒话之后 跟着大二门 哇 九场的六场 哈哈 不是啊 潘顿 一场都跟你跑 不同的 你看到 是 是 大二门的保衛者 是 他不是单党啊 或者 同时也算了 是吧 總之我说到密道浪是很骑士的 十凌年前有人跟我说 这个年轻人好异 我先看着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 跟着 建议真是好异 有人跟我说的 有些年轻马迷跟我说 这个好异的 澳洲 好异的 我看了两次 认定是好异的 一定是客观的 在海外赛事 或者在香港 这个是非常好的异的 来到也好 至少把异的异性 保持异性 是 但问你 他会骑什么马呢 到时 哪个马房居多呢 会不会骑完沈杂成的马 沈杂成的马 交给他 就蹦蹦蹦又扫一轮有可能的 是 到时就算了 来到香港看看一些配搭才算 总之有好骑士的 结论就是 麦渡朗这些又是水熟香港 第二点就是 香港的澳洲式跑法 个个澳洲骑士都可以的 是 当然 香港的赛马模式 模式一样 在那个 大家看海外赛事 看了几年之后 大家认识 他的跑法 转弯 拿位全部都是 跟着香港差不多 不要说完全一样 八九成相智 八九成啊 对吧 特别有些牆 一些牆地 就只是一模一样 那些那些 跟香港那些 都没有分别的 是啊 所以他们应该很快适应的了 结论就是这样的 我本来希望 莫雷拉走之后 多了一两个美国 或者拉丁米走的骑士 现在都没有了 那些巴西 巴西的籍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帮德里英国的骑士 又没有了一个 欧洲骑士 每人都能赢三多场 是吧 是 不然竞争性很强 但是很明显的了 就是这些 香港的马场 是不利欧洲骑士 不利美国骑士 不利拉丁米走的骑士 勉强南非骑士可以生存 是澳洲骑士天下 当然我们希望本地骑士 争气多些 就是叫做抗衡 是吧 但是南非骑士站得稳 因为南非骑士的基金 香港很久 是吧 由雷城马街线 为他打开那个基金 你怎样都 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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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雷城八十年代 马街线九十年代 韦达做了十三 就是香港冠军 你没有人说 南非骑士不行 当然 这一代南非骑士相对 那一代已经是没有那么好的 就够跑了 是吧 是 我们也希望多 因为始终香港的 国际性的城市 是吧 有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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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睡身到澳洲 睡身到澳洲 去骑士 一般都没理由 是吧 为什么不多元化 是吧 对吧 应该多元化 是吧 马克克来源 骑士来源 尼玛斯来源 都应该多元化一点 好一点 是吧 你有什麼補充? 其實我猜他都因為 剛才說美國騎士不來 包括青菜其中你都可以解釋清楚 美國馬都不派過來 沒理由特地過來就這樣跑一場 我覺得也是沒有理由的 第二就是我想 偏伙政策就是你見他的動作多快 報民跌下來沒多久 就已經針對密度浪過來跑 有些歐洲騎士跑完也會跑 免得嚇壞 例如馬坤那些歐洲沒有 例如日本 他在日本跑多一兩個月就沒問題 這些都不會穩 你看到他的政策就越來越明顯 免得理你 好吧 我們這集就這樣 歡迎各位網友繼續訂閱 分享這個面貼頻道出去 還有鼓勵給我們 歡迎成為收法好人的方法 歡迎成為收法好人的方法